今年度登场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以及公投案在26号上午展开 而民众们也纷纷前往投开票所投票 但有部分民众反映村里长的选票以及公投案的选票都是白色的 担心投错票轨会变成无效票 而对此台东县选委会做出了回应 表示即便投错票轨该选票仍然有效 26号一早虽然天空不作美细雨不断 民众人陆续来到投开票所投出神圣的一票 而民众在选选完选票准备投入票轨时 陆续反映出村里长的选票与公投案的选票颜色一样 就生怕投错票轨会导致该票无效 甚至背上了相关责任 对此台东县选委会也做出了回应 这一次我们的九合一大选加上公民复决 很多地方都会领到六张票 那其中这个公民复决跟村里长颜色相同 难免会有人误投 不过请各位民众放心 在同一个投开票所 你只要误投而且是有效票 我们开完之后都会回归到各该有效的计算上面 所以这个跟大家保证 都是有效票不用担心 那至于责任嘛 因为这个投票是属于一个秘密行为 那选务人员这个只能尽量引导 但是如果你还是投错 这个没有法律上的任何责任 因为选务人员也不可能去帮你说 你的票给我帮你看看 这个是会影响他的秘密投票 所以原则上没有法律的问题 民众也没有任何责任请放心 在投票的过程中 即便手中的票投错了票轨 也别急着想把它取出来 只要选票在开票的时候为有效票 便会进入该选举的计票区 所以选委会请民众们放心 而在选举的过程中 有任何的疑问都能向选务人员提出 以免误出了选霸法 记者 权东市 报道